今天跟朋友聊起心中最难忘的一场战斗 回忆将我俩带回了2004年的一场结霸半决赛 当时沉迷已久的梅元大舞对上了风头震惊的天才少年贾斯丁 实力相当的两人爆发了一场大战 在各自拿下一场胜利之后将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开局仅41秒 梅元大舞就被打成了血皮 接下来任何的一次攻击都会让他直接输掉这场比赛 贾斯丁仿佛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拉开身位不断试探的距离 企图用一几超必杀将梅元活活磨死 现场观众也意识到这即将发生的一切 甚至还有人直接喊出了 贾斯丁仿佛也听到了这声呐喊 他硬声发动了超必杀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 却让现场上千名观众惊呆了 本该当场倒地的梅元大舞 在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中依然坚如寒石 他做出了游戏中难度最高的操作Blog 要知道这一招是要在对手攻击命中的前七针 也就是十分之一秒内做出反应 才能触发的无伤反击 普通人做到只能是碰巧 但是梅元竟然在短短四秒内 完美地打出了十七次 没收了对手整个必杀 不仅如此 他还在这个过程中的超空 计算出了对手的血量 他知道通过正常连招的是无法完成反杀的 对面还会剩下一丝血 于是他以一次难度更高的跳跃Blog进行收尾 增加了自己的反击伤害 在全场观众的亲屋身中 用一套潇晓的下中角生龙拳 超杀生龙或完成了撕血反杀 梅元大舞一战风神 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偶像 而这场比赛呢 也被无数格斗玩家呢 奉为经典 世人都称之为背水的逆转 我是安插 关注我每天一个故事